到底是谁呢? 今天这位大来宾 他在音乐、戏剧还有电影 都用他独特的姿态 开出了美丽的花 而且还是我广播圈的前辈 让我们欢迎大来宾万芳 哈喽Kiki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天哪我现在就是 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 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我人生第一张卡带 这是真的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爸爸他在警察大学念书 他在他们福利社买的第一张 给我的录音带 是哦是哪一张啊 是真情 啊1992年 对对对对 所以我还特地就是想说 天哪不会吧 真的有这个机会 可以访问万芳姐吗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因为我记得 我第一次跟奇遇同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好棒哦 就是你知道我买了最贵的票 那种感觉 我在舞台上听着他唱歌 近距离的 对对 然后就觉得 哇真的是太美妙了 对啊像美梦成真 我昨天还有打电话回去 跟我爸妈通知这个消息 是吗 太兴奋了 那带我向你爸妈问好 好的 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万芳 因为在明年的1月23号 在高雄的智德堂 有举办个人演唱会 对原来的地方演唱会 哇距离上一次在高雄开唱 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其实在高雄 就是两三年前吧 左右 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在 比较露天的场地 就是博尔 那这次终于待隔了17还是19年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室内的场地 怎么会让歌迷朋友等这么久呢 缘分吧 我也不知道这样 那这次会选择在智德堂 其实最早以前我们的演出是在中山大学 对 那时候有一次是我跟奶茶的 Roying有一次是我自己个人的做首演唱会 那智德堂我其实都没有在那边演唱过 只有在那边演戏过 对演过舞台剧 然后在那个舞台上拿到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座金钟奖 在2004年的时候 对2004年 然后当时金钟奖颁奖电影当天 我在智德堂演出舞台剧 然后反而是透过国秀老师 也是我的戏剧的启蒙老师 在舞台上宣布这些消息 所以我觉得智德堂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美好的意义 所以这次希望能够在智德堂 对因为那时候想说 怎么演出场地会在智德堂这样 因为有的是很特别的回忆 对对然后对啊 然后他其实他因为很多舞台剧在那边演出 所以他的后台是比较宽宽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那个场地会让我觉得 很多的心情 对 往事 永不上心头 所以我想 而且他也很方便啦 我想对很多高雄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很方便的 然后去听演唱会之前 还可以先去吃个饭喝个咖啡 然后散散步 对对对对 礼拜六的下午可以在那边散散步 然后去听演唱会 让我们透过一首又一首的歌曲 一起听歌一起唱歌 去回到那个1992年 你的第一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卡带 对对对 那个时候那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我是国小 国小所以你看现在 天啊我一直在节目中保密的年龄 哎呀没关系啦 对反正在我眼中你都是小朋友 就是那时候国小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长大了 然后甚至做广播节目了 会接触到很多的音乐人 我想你也会发现你自己有很多的转变 还有成长 现在在听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猜新这些歌 大概有很不一样的心情吧 天呐真的因为我就是 我现在都觉得脸颊有发烫 因为以前就是在睡前 或者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一卷卡带 所以到现在一直到KTV 真的不夸张哦 我就是点会点出来唱 然后我同事都说 哎拜托1992年 那么老的歌你怎么会唱啊 我说这是我的年代 你不懂啦 对啊 哎呦天呐 但我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叫做原来的地方 就是当你听到蔡新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你就回到了国小的那个时候的自己 然后感受一下自己 现在啊 好多不一样了 对啊 最单纯的时候 对也会回到自己那个最单纯的时候 然后去连结 然后看看自己的变化 对 而且智德堂是个很棒的场地 因为它可以让你跟歌迷的距离非常的靠近 是是 我想我会用 想尽办法用最靠近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唱歌 除了都是对智德堂的回忆 那你在高雄还有其他特别的一些记忆吗 高雄对我来说 有我很要好的同学 朋友还有家人都在高雄 对 所以 我这一次有一个很奇妙的心情 这是我很少有的心情 对 但是却是在这一次高雄的演出发生 就是我有一个很兴奋 又很期待 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就是每次讲到高雄的这场演出 好像就会有一点泪水在眼眶里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想回答吗 我很少很少有这种心情 就是面对一场演创会 我很少有这样子的心情 这一次就是很奇妙 好像原来的地方 我们经过就是从今年的三月份 一路循违演出 然后明年一月二十三号要到高雄 然后带着这么多的歌 然后带着这么多人的 一些祝福 然后要来到高雄 我觉得好奇怪 我就是很多的情绪情感 对 好的 我想到时候应该都可以在演唱会听到 但是你用歌曲来诉说这些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好 从此不再为你笑 我就是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就是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就是想要表达的东西